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 赶快邀请一下 我们非常资深的 王梦里 王大哥 另外第二位的话 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范伟 欢迎范伟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范伟是非常资深的造型师 帮很多很多艺人做过造型 包含了刘若英 我问一下刘若英现在变得大 变化多不多 不多 还是很漂亮 还是很漂亮 你有没有帮王大哥做过造型 没有 没有机会 为什么不用 因为他靠实力 他不靠外在 漂亮 他讲这句话 他讲到我心里就觉得 好 赶快第二位 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 我们的鉴定团的 我们的鉴定师 第一位特别欢迎的就是 陈佩瑜 陈老师 欢迎陈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陈老师也是非常资深的拍卖官 曾经拍过老普洱茶 老陈香 老酒 你的年龄应该不老 也不小 好 非常资深的一个拍卖官 另外第二位的话 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就是 廖彩君 廖老师 好 廖老师 从事相关的工作 有十多年的时间 同时也是 英国宝石协会的 宝石鉴定师 而且也是澳洲 州立大学的一个高材生 另外第二位的话 我要特别欢迎的就是 李承伦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大家好 李老师也是 师生的珠宝拍卖官 同时也是美国GIA 宝石学院校友会的监视 非常欢迎各位鉴定师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 首先我们赶快欢迎一下 就是王大哥 王大哥 你好 清雪 你好 好 来 王大哥 您身上能不能 让我们先看一下 您真的有在收藏这些东西 他其实今天 跟我们那个制作单位 嘴角本的时候 我实在是很怀疑说 这些东西会是你的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把这些珠宝 跟你联想在一块 后来这个王大哥 来上节目以后 他果真自己 真的有珍藏这些东西 能不能告诉大家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以为是墨碎 但事实上老是坚定过 私下说是墨玉 这个是墨玉 那墨玉跟墨碎 你分得清楚吗 那我绝对分不清楚 那糟糕了 我还没研究到这个地步嘛 那你糟糕了 你今天带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你 没有 因为我的股东盟就好了 我自在 不是 你这样子会被骗耶 不会... 我这个股东不会骗我 好 来 告诉大家 那个王大哥的话 之前也曾经从事过珠宝的 应该算是投资还是买卖 因为你有... 都有 对不对 您算是股东之一嘛 跟朋友一起合伙 投资 然后去卖也有 所以是开珠宝店 没有... 我们叫流浪 什么叫流浪 那就是哪边 大陆哪边有拍卖会 我们就去哪边 还有有的是卖也有 去送拍还是去买啊 收藏 去送拍 去买也有 去送拍也有 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其实呢 王大哥所带来的东西 全部都是 我在猜应该搞不好都是 那个拍卖公司里面 没有... 真的在珠宝行买的 就是那时候可能 搞不好是从拍卖公司里面 今天拍过来的真品 还是那时候是从哪里收了 在内湖的一家珠宝店买 内湖的珠宝店 他其实记录得非常地详细 给各位看一下 王大哥把今天带来的东西 你不要把我的字也给人看 全部都拿了一张 全部把它列出来 先给各位看一下 那王大哥你仔细介绍一下 你分得清楚这些宝石吗 这里面总共有三颗 红宝 蓝宝 然后这是翡翠 这是哥伦比亚的 什么 翡翠跟哥伦比亚什么关系 他是出产在哥伦比亚的翡翠 出产在哥伦比亚的 不是缅甸的 不是缅甸的 哥伦比亚有翡翠 哥伦比亚没有翡翠 朱姆率 朱姆率 他买的东西 我觉得很... 不是 我正在学嘛 正在学 不是 你是几年前 跟人家合伙 做生意投资的 我在七 八年前 我觉得你这风险性很高 不会... 翡翠跟朱姆率 你可能会搞不清楚 你这样子要投资 没有 我投资 人家也不会骗我 这几年我陆陆续续都有分 好 我们看你到底有没有被骗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是红宝 然后这一个是什么 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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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呢 朱姆率 分清楚了 上面还有箱钻石 你看一看 而且他... 我们还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这很厉害 罪事 真的非常的厉害 他把三个珠宝全部都放在一起 我上面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把这个再凑在一起 就是全世界最珍贵的五大宝石 钻石 红宝 蓝宝 朱姆率 跟什么金绿玉猫眼 所以今天你看 今天他已经带了四颗过来 到目前为止已经四颗了 是 待会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底下最底下这一颗 朱姆率的话 非常的透 其实我们通常在拍卖会上 或是看到珠宝店 有这样的规格的东西 通常呢 好的 坏的都讲了 没关系 我今天起打击的 通常都是非常高档的 因为你看那个设计师要知道 把这个全世界三大贵宝 凑在一块不得了了 可是呢 如果呢 这三颗宝石呢 品质不是这么好 或是有处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 有可能会有处理 因为红宝跟蓝宝的话 都很有可能处理 还有一个啦 朱姆率 朱姆率的处理就是禁油 而且他们这么透 对 他的祖母率底下那一颗 是最大颗的 对 带点蓝色调 那我们在摄影镜头 看起来是透的 好 那这个您估呢 现在呢 我估啊 估25万 25万 这女儿应该会喜欢 我觉得她非常的年轻 我三个女儿 你是教她们一人一颗吗 一人一颗 把它做成那个戒指 那还不错 那三个一定会打架的 为什么 有人要祖母率啊 没关系 看她们眼光怎么样 搞不好祖母率是处理过的 对不起 我们家三个女儿 都没什么眼光 糟糕 就在这里 好啦 但是遗传到爸爸会唱歌 遗传到爸爸很帅很美丽 这样子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红宝石 以及这一个蓝宝石 还有一个呢 就是祖母率 这一个三色的一个宝石项链 当初买入价格是买在16万 待会我们再请李总呢 透过显微镜帮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颗这个宝石里面的内含物 买入价格是买16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价 25万 一样耶 其实没有 算没有涨得很多 算其实不是顶级的 我们下显微镜看一下 为什么它不是顶级的好不好 你不要瞪我 不会 我太感激你了 不太感激我 我太感激你了 快 谢谢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红宝石 好 这个红宝石呢 第一个呢 大家都知道 红宝石内含物非常的多 对不对 你看到什么 好像人的血管一样 这是裂痕吗 它不只是裂痕而已 我严重的怀疑 这颗宝石有所谓的二度骚 所谓的笔处理 为什么呢 通常有一度骚的宝石呢 它不会呈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教大家看 对不对 一度骚的宝石呢 它很多它的内含物 它会炸开来 你没有看到炸开的感觉 可是你却看到 好多好像染色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知道 哪里是染色的感觉 好 你有没有看见 我刚刚说像血管一样 你这边颜色好深 对不对 这边颜色比较淺 这边颜色很深 你这代表什么 我们知道深笔处理 一个宝石呢 如果经过笔处理 一种元素叫皮 一个金属的金旁边 一个皮蛋的皮 它处理之后呢 它会把裂缝 让它看起来颜色更深 有没有发现 这颗红宝石很奇怪的 这边颜色深 有没有看到 这边浅 这边浅 这边又深了 然后这边又深了 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它有经过处理 第一个它是淡面 我们知道 倩学哥说的 它不是特别好的 好的话它一定切角度了 它不会做人淡面 第二个 它太多的这个 很明显的地方 是有严重的 可能是笔处理 来我们下一张 看你的蓝宝 虽然你的蓝宝呢 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上次教科 也跟大家讲了很清楚了 当然这个蓝宝石呢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裂纹 看到没有 从头裂到尾的话 会影响到它的坚固度 这个是裂纹 裂纹很明显的 不是它的色带 不是不是 从头一直拉过来 这边到下面 对 一样的 它虽然有点心 但是它的心不是很明显的心石 今天这个是个高档的这个 蓝宝心石 这种尺寸 我刚刚看大概七八颗 光这个蛋面 就超过五十万八十万了 所以它就不会这样子混在一起 对 没错 它可能就单独做一个介质 单独做一个 所以我说当你看到这种三颗宝石 要么单价很高 要么它只是三颗 你知道我们在宝石上面有 第一个叫做投资级的 第一名 第二个是什么 珠宝级的 第三个是商业级的 第四个是工业级的 你知道吗 所以它绝对不是这个投资级的 其实是商业级的 第三名了已经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是三颗 对 再往下看 是三颗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它的好事它不是工业级的 好不好 不是可以拿来给人家做研磨实用的 来 对不起 我哪有 李总 你真不会讲话 你怎么这么说 研磨了以后可以当钥匙 也没关系 好 我们的竹母粒 在我们电视机前面看起来 好透好亮 大家要小心一点 看宝石一定要用放大镜去看 千万不可以远远的看它 放大镜一看下去 大家也看到一个 好像一个海底的世界 一个绿色的油 你在凹油其中一样 它很明显的很严重的进油 而且它的内含物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想这不用多说 你看得很清楚 它一种很朦胧的 没有办法聚焦的感觉 代表它充斥的油料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一定很难辨别 因为你没有办法跟那个 真正没有进过油的竹母粒 来做一个比对 所以这样子看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 什么样子 其实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如果这个宝石没有进过油的话 它的内含物很清楚 比方说这边会有一颗 OK 这个内含物 赤铁矿在里头 很明显看到一颗赤铁矿 你看这个东西 它所有东西都是糊的 糊的 你想想凭绿色的婴儿油 你回去看那油的感觉 它就是一整个宝石都在油里头 非常的不清楚 没有发现吗 然后它有裂隙的地方 颜色比较深 为什么 因为油进去了 所以它颜色比较深 看到没有 油进去了 所以它颜色比较深 裂隙很清楚的很清楚的 好 李总 我一般的民众 如果在看竹母率的时候 我们用10倍的放大镜 这样子看 如果可以很清楚的 马上看到了内含物的话 很清楚 很清楚看到内含物的话 是不是代表它被禁油的可能性 比较低 对 比较低 没错 那我如果找不到内含物的话 又看到这些裂隙 要嘛 那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要嘛 你看那朦胧的没有灵气 就像翡翠逼过的没有灵气的感觉 它就是严重的进油 而且我们知道 竹母率是瑕疵花园 多多少少 边边角角 上面下面都会有一些碰伤 都会有一些白色的这个东西 可是你看这整个石头里头 它没有什么白色的地方 那你刚刚看那个竹母率的话 是微量还是重度 重度进油 那就有点 重度的进油 所以非常朦胧的感觉 好 来 这个红宝有处理 红宝有加温过 竹母率有重油 是有看到蓝宝而已 红宝 还有竹母率 我们三个都看过了 我好像记住没有看蓝宝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介绍 你记住它25万就够了啦 但是我问一下 您既然又是摄像 又是被处理过的 然后又被重度进油 为什么还有25万的价值 第一个呢 它的块头够大 你知道吗 它每个都有六七克啦 对不对 我们下面一个 这个红宝石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都这么一小颗 第二个呢 它的香弓 它的设计 钻石其实很大方 还不错 但是你想想看嘛 二十几万 三颗 一个六颗啦 六颗啦 平均一个才多少钱 七万 七颗啦 一颗才一万耶 也就是300美金 基本上那是买样品的价格 好啦 其实算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个宝石 而且是三个主要的宝石 对 跟我估的价钱一样 我就很满足了 对 25万嘛 对 但是接下来的话 要说没有烧过的 那这个就厉害了 来 红宝石 听说这个是无烧的红宝是不是 没有处理过的红宝 天然的红宝 我只能说 大哥只能 因为他自己可能也不懂 你刚刚看一下 这么大颗 只有25万 这个现在这么碎碎的 小小颗的 没有 这个六年前买35 35 也是在台湾买的吗 这个 台湾买的 这在台湾哪边啊 内湖 内湖 我觉得这红宝真的有够 不容易看 因为 我们上回来看了一个叫做 粉红钢玉是不是 对 粉红钢玉 也是跟你的 这个一模一样 就是里面都捷径无瑕 然后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你不要说这是钢玉 我跟你讲 那个钢玉 后来一颗 后来沽的价格是45万 不过那个是5克 1颗 5克 5克 那这些加起来大概几克 加起来7克 你这如果还是钢玉的话 那也就算了 我怕是玻璃 或者是人造 人造玻璃 人造红宝石 科技红宝石 叫做科技红宝石 科技红宝石 因为没有 这种可能性非常的高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你看它每一颗颜色都一样 对 而且好均匀 我跟你说 这个颜色已经漂亮到每一颗 你看 我们节目里面 还很少来过这样子 每一颗颜色都 如果它真的是无梢的 它绝对是歌血红 它这个颜色 这个就是歌血红 这就是歌血红 它绝对过百 如果它是有梢的 那对不起 因为每一颗才三十几分而已 只能做配色 有梢的话多少 有梢的 我们要不要我们先估价 还是我们先鉴定 有梢的话可能要到多少 有梢的就剩下三十五万了 对不起 那如果是科技红宝呢 那只剩下台子的钱 台子的钱大概就是 如果你碰到有良心的厂商 那个台子的钱可能 一万块 不可能... 那个台子起码要十万 如果没有良心的厂商 可能台子收你三十万 你剩下红宝就刚好只五万 看起来他当初买的价格 可能应该是有梢的价格 没有 我当初买的就是 他刚才讲的三十五万 对啊 三十五万就是有梢 因为它如果是天然的话 无梢的话 就一百多万 我对这张很有信心 有 真的吗 因为它估的价格 来给林总看一下 它里面总共有几颗 这个 算过了 大概二十颗 有二十颗 颜色非常非常的均匀 而且每一颗 应该都是超过的 所以一个 你看一看 那刚刚那个王大哥说 他非常的有信心 因为他估了一个价格 其实是无梢的价格 也就是天然 红宝石的一个价格 来给各位看一下 150万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看有没有办法 让那个王大哥 可以赚到120万 最起码会赚到120万 如果150万的话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红宝石的一个手链 当初买入价格 是买在35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价 160万 真的这个是无梢的 好厉害 握手 我跑过全世界 所有红宝石的矿区 大概有10个国家 对 红宝石 天然无梢 要这种色责的 我刚刚讲 要嘛比处理 要嘛二度梢 一度梢 它这个是天然的 很漂亮... 各位 大家不要觉得 我红宝石小颗怎么样 其实天然无梢 我们买宝石不再大颗 要金 这个是绝对可以上拍卖会的精品 这一件 你看那个透的 什么叫割血红 你看到了没有 它自己会发亮 在荧光灯上 强烈的红色 这种非常美 而且一般的红宝石 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发光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亮面 好像钻石闪闪 就是因为你是天然无梢的红宝石 而且是割血红 它这个每一颗 其实都可以当做一个主食 对 因为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美 对 它当主食显小 这个我算过 这一克拉大概二十几万左右 你总共七克拉 所以我们在同行 至少有150万 我觉得估160万 170万 差不多这个价格 好 来我们进行为进看一下 好 也有裂痕 对 这一定都有裂痕的 大家看一下这一定有裂痕的 我们都看过了 这叫什么东西 不要说这叫裂痕 这叫inclusion 叫什么 指纹状内含物 代表的是什么 红宝石 红宝石 指纹状内含物 然后你看这个像 星云般的这个东西 这是星云般的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典型的 墨山比克的红宝石 不是缅甸 但是是墨山比克的 因为全世界 墨山比克的红宝石 它的内含物 会呈现这个 这个叫做 星云状的 哪里 这样子 像一坨一坨的 好像彗星一样 一个彗星 然后拉着尾巴 彗星 或者我们讲 Butterfly的特殊内含物 就产在墨山比克 那为什么证明 它没烧的 你说这个是不是 后面有这个 这个点点这个不是 这点点是它的内含物 这是点点 这是内含物 这是什么东西 天然的我们知道 它愈合状 这个宝石 如果它有烧过的话 它愈合的 不会这么 它会很愈合 很清楚的 只看到点点 没有看到这个愈合的边缘 它是没有烧的 所以它很明显的 分别出来 它是没有烧的红宝石 再加上我们判断这个 这个像怎么讲 像那个星系 像那个天空的那种云彩的 那就是典型的墨山比克 像星空一样 对 好 那李总 这个你刚顾的一个价格 是顾160万 160 170 这个是那个 你说它可以送拍卖 对不对 绝对可以送拍卖 那如果这个是160万的话 它是一个起拍价吗 有可能会再创高吗 我觉得如果有喜欢 适合守卫的朋友 超过200 绝对有 那如果你觉得 你觉得140 可以卖很容易卖 就是150万 60万 是一个局局 你下来一点 你想便宜一点 卖130很容易卖掉 那你觉得我不要 它还在涨价 我想卖200 等一下有机会 来 刚刚那个160万 接下来这个搞不好 又要再创纪录了 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来过 那个王大哥 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 这是猫眼石 是吗 对 在香港买的 八年前 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金玉猫眼石 可是你小心 猫眼石是一种现象石 很多宝石都有猫眼 水晶有猫眼 竹木律有猫眼 碧玺有猫眼 林辉石有猫眼 石鹰也有猫眼 没错 我相信我股东的眼光 他不会看错了 给各位看一下 它比一块钱还要来得小 而且是小很多很多 非常小的一颗 但是给各位看一下 它有一个高度在 而且我刚刚用灯光打的时候 它的猫眼现象非常非常地明显 来 你看 我灯光移到哪里的时候 这个猫眼就跑到哪边 来 我们请李总帮我们看一下 那时候买的价格不便宜 那个时候买我看40万 那么一小颗就要40万 那你要是不是买到了 不是 那一小颗是总共 总共 就是加台子 加台子 对 加台子 所以那个台子上面的话 我们有看到 他赚其实还不小 对 其实他赚还蛮大颗的 每颗都有30分以上 那那个王大哥您估呢 那Double 你这个估的价格 比前面这个红宝石 还来得便宜 您估Double是80万 Double 对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金绿玉猫眼戒指 买入价格是买在40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猫眼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好 请建价 70万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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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颗 少10万 没关系 少10万 这一颗 你们会想说为什么70万 第一个呢 你们会觉得它好小 它明明就是5颗 为什么会这么小 4.9颗 5颗 你看我的小指头 这个指头非常非常的厚 我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像一颗球一样 对 所以很多的重量在哪里 在底部吃掉了 这是它扣分的地方 如果今天这一颗呢 它面大 它没有这么厚 这个宝石超过100万 所以大家买宝石的时候 不要看它像鑽石好漂亮 你要了解呢 这个东西它的重量 都在于它的底部 所以它扣分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它的面的话 最起码要多少 要一公分 不是 对 这个是4.9颗 通常起码两倍以上 它的看起来是两倍大 不会看起来这么小 所以大哥 你下次买宝石的时候 虽然没错 这是最高级的honey color 叫蜜糖黄色 我们知道金绿玉呢 猫眼叫直细亮中火 直 没话讲 镜头上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那个手电筒 它是非常直的 看到没 细不细 细 亮不亮 亮 没有歪一边 在中间 而且火 对不对 所以 那就是小了点 那金绿猫眼呢 有什么样的形状呢 有什么样的颜色呢 哪一种比较好呢 它的家族有什么宝石 我特别带给大家看 金绿玉呢 它是一个四氧化二铝皮的一种宝石 它是这个铝跟皮的氧化物 它如果呢 它没有任何的现象呢 我们就是这一颗 叫金绿玉宝石 大家看到没有 叫金绿玉宝石 有点中 有点黄 有点绿 叫金绿玉宝石 这颗金绿玉宝石呢 如果呢 它呈现了现象石的话 产生猫眼的现象呢 就变成这一个 来 我们看一下 它的颜色是走有点绿色 对 黄中绿 底下那个是黏土的颜色 黏土的颜色 黏土拿开的话 它是一种黄中绿色 那它如果呈现了现象石 就变成右边这个什么 看到了没 就是旁边这一个 对 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猫眼 这一个在旁边这一颗什么 猫眼看到了没有 就是石克拉的 我刚刚讲的 直系亮中火 漂亮 好 那这个东西呈现现象石 叫做这个 猫眼 那如果呢 它更厉害呢 它不但呈现猫眼 它又会变色的现象 那更厉害了 那就是我们这一颗 你看一下这一颗 这一颗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 现在 好 来 给各位看一下 好 好 我们在这个 这边看的话好像看不出来什么 来 灯光一打下去 你看到没 变红色的 看到没有 没有看到红色吗 有红色跑出来了 叫做雅力三大金绿玉猫眼 非常珍贵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本来的颜色是什么 我们先把光拿掉 好 本来的颜色是这样子 本来的颜色的话呢 是这个 是蓝色的 然后灯光打下去以后呢 变成红色的 看到吗 另外一种灯光打下去以后 它就变红的 底下这边 因为我们的光源 是从底下这里进来的 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呢 它就变成是红色的 传说中的雅力三大金绿玉猫眼 非常珍贵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在不同光源下会变色呢 很多人说是白天的祖母驴 晚上的红宝石 因为这种宝石非常特殊 它的化学室里头 在白光下 它会把它的光全部遮起来 只让你看到绿蓝色的光 在黄色的光 会把所有的光遮起来 变成红色的 紫色的光 所以你会看到 刚才有红色变成蓝绿色 好 来 刚刚那个 王大哥的那个猫眼 好 不见了 好 来 在这边 好 没关系 我们这边好多颗 谁给你挑 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雅力三大变色猫眼 然后呢 这个是王大哥所带来的猫眼 那这个两个的话呢 看到没 好 这样好清楚了 雅力三大的猫眼的话 更小一颗 我问一下那个李总 像这么小一颗的话 这个雅力三大猫眼的话 这一颗大概价值多少 大概80万到100万 这一颗要80万到100万 对 两颗拉多 我带大家去西兰去挖掘 这个金绿域它的原况 就知道天哪 为什么会这么珍贵 为什么会这么稀少 因为我们去挖一整天 挖不了几颗 来 我们到西兰去了 这是我亲自到现场跟矿工 去收集他们的 来 这是我 看到有没有 没有 好 小柯 刚刚我看那个矿工 他们是在水里面去挖的 他们在井里头 把那个沙挖出来之后 在 有没有 对 在前面有井 那它全部都是在这土堆里面 就在土堆里面 然后用洗的把它淘出来 对 现场去洗 对 洗完之后我去挑货 你知道那每一个多小吗 你刚刚看我手指的比例 你看一看 小不小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是圆框吗 这一个 还是有已经处理过的 这是圆框 这是圆框 我还特别拿灯去照它 看哪个会变色 有没有看到 那个要挑出来 那个就是传说的 亚历三大精英的猫眼 每一个才两克拉 两克拉跟你抛 你们这样子一照 就知道哪一颗石头会变色 当然 你有看到吗 有变色的吗 那你怎么看说它有没有 那你怎么看它有没有猫眼 你把它翻过来之后 然后灯照 抛光一个面 一定要那个轴要对 不然的话你线会不见 所以你知道吗 金绿玉猫眼 它每一个底下都不是平的 当你买到一颗 金绿玉猫眼的淡面 发现底下是平的 那绝对是人造的 我问一下你桌面上 看到这些小小颗的圆框 如果要把它切割起来 最大的一颗的话 可以切割到几颗 不到这个 我们孟林哥中间的这一颗 五颗 这我的 太小了 他刚刚有纸 对 那你的 谢谢 好 这个是金绿玉猫眼 对 它有变色的 就变成雅力三大 金绿玫眼 雅力三大 变... 变色石 雅力三大变色猫眼 变色猫眼 要变色又要猫眼 又更少了 非常昂贵 非常昂贵 所以那个地方的话 开采这种东西的话 多不多 非常难 其实刚刚你看到那些 小小小小的 比花生米还小 他们是挖了半年 他们半年我会飞一次西兰 他们收集过来之后 就我开始去挑 把我最好最要的 把它挑起来 然后回去 他现场帮你加工吗 没有 我们要拿回去来加工 对 为什么不直接挑那种加工过的 他们的工不好 那你要是眼光看错了怎么办 自己要付出代价 因为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头 你不可能 你一定是赢的 我们在很多血淋淋的教训 亏了钱被骗了 然后买回来 才发现学一次教训 王大哥呢 你接下来这个翡翠的话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这个那时候才买多少钱 买12万而已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是正绿色 而且水头非常的够 非常非常的透 这个是在哪边买的 台湾 你在台湾买的 也是内湖 珠宝店 内湖的珠宝店 对 珠宝店 好 来 廖老师您估这个 不是 那个王大哥 我们估40万 40万 对 他其实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觉得这个小女生 或者是贵妇 应该都会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没错 这个颜色很少见 在我们节目里面也很少见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翡翠的一个蛋面戒指 买入价格是买在12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 请见价 这种青铜器 就是在市场上 最值钱的 还是所谓的老三代 就是那个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而且还要买礼器 还是他会商周吗 不会 不会 礼器 礼器是最值钱的 再来才是酒器 那像这种兵器 或者是铜镜来角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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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